欢迎大家收看美食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餐厅账单上增加碳足继费的食客们 一直食于药物减肥的人们会选择其健康食品 而不是沉溺于油炸食品 Chipotle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强劲 请大家收看 餐厅账单上增加碳足继费的食客们 英国每日电讯 碳友好餐饮是由零售咨询公司Lightspeed支持的一项倡议 它在餐厅账单中增加了慈善捐款 以抵消餐食的碳足继 该计划每位顾客收取1.23英镑约合1.58美元 用于在发展中国家种植果树 捐款将被加入账单 但顾客可以要求取消 包括马可、皮埃尔、怀特和詹姆斯 马丁在内的名厨已加入该计划 迄今已种植了350万克数 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与迪伦、迈尔和盖伊 费厄里谈论婚礼计划 英国独立报 克里斯汀、斯图尔特透露 他可能会有美食网络明星、盖伊 费厄里主持婚礼 在安迪、科恩在看发生了什么节目中 斯图尔特开玩笑说他和费厄里 在时尚和发型上很相似 然而他还指出费厄里过去曾主持过许多同性婚礼 斯图尔特之前在霍华德、斯图尔的播客节目中 暗示过他有兴趣让费厄里主持他的婚礼 然而他也承认他和未婚夫迪伦 麦耶可能会决定在私人仪式中结婚 Chipotle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强劲 首席财务官解释道 雅虎 Chipotle报告了强劲的第三季度收益 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这家快餐连锁餐厅在过去几年里面临了几次价格上涨 但仍然成功地保留了顾客和价值 Chipotle首席财务官杰克·哈廷解释说 公司的策略是在价格上涨方面与通胀保持同步或稍微滞后 同时专注于交易增长来推动利润率 尽管面临通胀压力 Chipotle在第三季度开设了62家新餐厅 餐厅向父母收取50美元费用 因为孩子吵闹 英国独立报 美国乔治亚州的一家餐厅为不守规矩的孩子的家长引入了附加费 托克亚河畔餐厅还将向6人以上的团体 要求分开结账或生日菜单的顾客收取20%的小费 以及使用信用卡支付的顾客额外收取3.5%的费用 这一政策遭到了一些Reddit用户的批评 认为增加了额外费用 然而 一些人为该餐厅的政策辩护 警告说外出就餐不是孩子的个人游乐场 尤萨夫呼吁英国每位政治领导人支持加沙停火 英国独立报 苏格兰首席部长胡努扎 尤萨夫致信英国所有政治领导人 敦促他们支持加沙停火 尤萨夫承认以色列有权自卫 但呼吁立即采取行动 防止加沙发生令人震惊的人道灾难 这封信寄给了首相李希 苏纳克 工党领袖基尔 斯塔诺爵士 以及苏格兰 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主要政党的其他领导人 尤萨夫强调了立即停火的必要性 以便将人道主义物资运送到加沙 并确保希望离开的平民的安全通行 你不必告诉我 不要从头开始做圣诞午餐 玛丽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的烹饪女王玛丽 贝瑞 Mary Berry 写了一本名为《玛丽轻松作》的新书 鼓励厨师们要明智地购买产品 以减轻圣诞大餐的负担 在接受好家政杂志采访时 她说 特别是在圣诞节 很容易把事情搞得过于复杂 关键是保持食材简单 而且 不要因为购买能让烹饪更容易的东西 而感到羞愧 无论是Panko面包屑 还是玉卷的酥皮 谁在乎你不是从头开始做的呢 Chipotle堵住餐厅顾客 想要他的健康食物 彭博社 Chipotle Mexican Grill预计 使用抑制食欲药物减肥的人们 会选择其健康食品 而不是沉溺于油炸食品 Chipotle首席财务官杰克 哈廷格在周四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很明显 你会失去一些食欲 但我所读到的一切都表明 那些真正关注健康的人们 无论是为了减肥 还是控制糖尿病 他们对自己所吃的食物更加挑剔 美国FDA顾问将考虑对 Vertex CRISPR基因疗法进行更多研究的需求 路透社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已要求其咨询小组考虑对 维康制药和Crispr Cereputex的 镰刀细胞病基因治疗 进行额外研究的必要性 FDA的工作人员审查人员 对该疗法的安全风险提出了担忧 包括可能导致意外基因组改变的潜在风险 咨询小组计划在星期二讨论该疗法 维康制药和Crispr Cereputex正在寻求 FDA批准他们的单剂量基因编辑细胞疗法 用于治疗镰刀细胞病 加沙的食物短缺是什么样子 半导电视台 加沙地带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医疗用品、食物、饮用水和电力短缺 自哈马斯于10月7日发动袭击后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了全面封锁 导致230万加沙巴勒斯坦人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 自10月21日以来 只有84辆援助卡车进入加沙 而在袭击发生之前 每天几乎有500辆援助卡车进入加沙 目前进入加沙的援助物资不包括燃料 而燃料是医院、水和污水处理设施 以及发电所所需的 还记得真人秀的热门时期吗? 那时它能带来名声、经验和金钱 悉尼先驱晨报 从未播出的最伟大的秀 是一部在Prime Video上的三部曲纪录片 追踪了6个人 在2002年被骗参加了一档从未播出的真人秀节目 参赛者们回应了一则广告 承诺如果他们为这个节目放弃一年的生活 就能获得10万英镑 然而 当他们在第一天到达时 他们意识到没有摄影师或住所供他们使用 他们必须自己赚钱 这篇文章反思了多年来对真人秀的看法转变 在2002年 真人秀被视为一个令人兴奋和不可预测的概念 可以让普通人成名 然而 随着公式化真人秀节目的兴起和参赛者的自我意识 兴起感已经消失 文章认为对名利和爱的渴望仍然驱使人们参加真人秀 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已经改变 在当今数字时代 像TikTok这样的平台提供了更快捷和更可靠的获得名声的途径 文章总结说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 参加电视节目已经不再被视为通往名利和爱的门户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陪伴大家在六度简报中探讨各种新闻话题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我们介绍了一项由英国零售咨询公司Vibespeed支持的倡议 即在餐厅账单中增加碳足迹费 用于抵消餐时的碳足迹 看起来 越来越多的使客们愿意为环保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接着 我们聊到了克里斯汀 斯托尔特可能让美食网络明星 盖伊 费厄里主持他的婚礼 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和讨论 也许 他们在时尚和发型上有某种共鸣 不过最终 他们可能还是选择了私人仪式 然后 我们谈到了 Chipotle报告的强劲收益 尽管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 但仍然保持了顾客和价值 这主要得益于Chipotle采取的策略 在价格上涨方面与通胀保持同步或稍微滞后 同时专注于交易增长 这是值得称赞的 接下来 我们聊到了一家美国餐厅引入的附加费 针对不守规矩的孩子的家长 这一举措 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增加了额外费用 但也有人为该餐厅的政策辩护 认为外出就餐不是孩子的个人游乐场 我们还谈到了苏格兰首席部长 呼吁英国所有政治领导人 支持加沙停火的事情 胡姆扎 尤萨夫强调了立即停火的必要性 以便将人道主义物资运送到加沙 并确保希望离开的平民的安全通行 这是一个国际关注的问题 我们也应该关注和思考 最后我们谈到了英国烹饪女王玛丽 贝瑞的新书 她鼓励厨师们要明智地购买产品 以减轻圣诞大餐的负担 她表示保持食材简单很重要 而且我们不必因为购买 能让烹饪更容易的东西而感到羞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接下来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对探足迹费有什么看法 你们觉得孩子闹腾是否应该收取额外费用 还有你们对加沙停火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